来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推动唱红歌运动 有人批评这是要复辟文革 薄熙来回应说唱红歌就是唱旧国的、建国的、强国的歌 那么唱红歌是否要复辟文革 其中是否有中共派系争权的暗流 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治理体制中有两种模式在运行 一种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重庆模式 第二种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广东模式 中国社会与经济要持续发展是要重庆模式还是要广东模式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谈谈这些话题 一位是独立学者高文谦 高文谦是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的资深政策顾问 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天电视驻华盛顿资深记者蒋国华 欢迎两位先生 谢谢主持人 在谈这个唱红歌到底是不是要复辟文革之前 我想先谈谈中共不久前刚刚开过的叫 十七届六中全会 这个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面做出一个决定 一个宣布就是说 中共的十八大将于2012年的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但是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时间 现在有很多分析说 这个有没有什么玄机在这里面 为什么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时间 开这么大的一个会明年 什么时候开都没有具体的说 我觉得中共十八召开 现在可以说大约还有一年时间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到处及时 党内各派争夺权力的卡位战 已经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 但是中共的运作历来是黑箱作业 党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更是重重之重 因此捂得水泄不通 但是从一些迹象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蛛丝马迹 你刚才提到的 这次六中全会提出十八大召开 明年下半年 这就里面大有文章 我觉得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的话党内权争激烈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明文规定 中国的党代表大会 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 但实际上党代会 也像人代会一样 就是个橡皮图章 所有的人事安排 要在党代会之前 党内各派妥协摆平之后 才拿党换来盖个图章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正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的话 它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 因为原来你要从前三件来看 你可以看出来 原来的规定是在秋天 秋天就是九十十一 中共十五大是在九月份召开的 十六大是在十一月份 十七大是在十月份 这回说下半年 下半年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明年七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你都可以说是下半年 因此的话呢 这种情况就是给它最大限度的 留有一个余地 万一一旦招不开的 就是按时摆不平 招不开了的话 那就是出现大问题了 国家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党代会 虽然五年一次 但是其实这个到了换届的时候 它一管管十年 因为它选出来一个新的班子 它要管十年 所以是非常的重要 对很多这些要进入新的领导层的 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人来讲 你要不就上了这辆车 要不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卡位战也好 这个争夺战也好 是非常的激烈 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明年 它在这次这个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这个说十八大在下半年举行 跟在这个明年秋天举行 我觉得时间上倒没有特别大特殊的意义 但是呢这个人事 就像高先生刚刚讲的 在中共这个内部运作黑箱作业里面 它从来都是高度机密 然后不到最后一刻 不会跟你见面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大概大百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大家还在争 还在争 不过你争来争去 我们现在想这个就是一个常委的问题 那政治局常委呢 就是不是九个人 就是七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没有 大概 时间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因为它不可能提前 这个大百年提前一年就告诉你 我是哪些人 那为什么它不能 就是延续前三件事 也说是秋天呢 为什么要下半年呢 这两个说法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没有问题 而是确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 可能是有问题 只是我们这个外界里很难了解 明年下半年举行和明年秋天举行 这个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时间还好 关键就是说这个权力的运作啊 这个政权的这个卡位战呢 会越远越错 因为这个权力之争嘛 现在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了 我觉得的话呢 这回之所以这次就是 可以说中共十八大权力之争 会比以往更加激烈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这是一次代际的权力交替 就是说胡闻要退出历史舞台 习近平李克强那要第五代那要上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在的话 老年中共政治老人全面凋零 这么种情况下 不要说当年打江山的那一代人 大多都见马克思了 就连江泽民这一代已经是风筑残念 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压住台 第二点我觉得的话就是呢 中共官场的腐败啊 现在已经是到了深入骨髓 可以说呢 中南海就跟《红楼梦》里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大 就是荣国府一样 除了门口那两队十狮子外 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要打 要把对手要干掉的话 只要抓他家人 和他抓他部署的腐败问题 拿他开刀那就行了 好 那接到这儿啊 就是这个文切先生说到了 这个抓腐败这个问题 就谈到我们今天这个 要谈的这个话题这儿了 这个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到重庆上任以后不久 是先打黑 反腐败 然后呢又推出来一个唱红运动 然后就唱红歌 他推动这个唱红歌运动以后呢 受到的批评 要比这个打黑的时候 显然要受到的要多 打黑好像老百姓都挺支持的 但一说唱红呢 就有人批评说 他要复辟文革了 看看不知道 文切先生您是怎么看 他这个唱红的 我觉得呢 这个薄熙来呢 推动唱红呢 这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呢 尽人皆知 他唱红呢 我并不认为他真正想复辟文革 不过拿他作为一块敲门砖 来进入常委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这个薄熙来这件事是非常聪明 因为我想薄熙来呢 他的父亲在文革中 他父亲是薄一波 是61英的叛徒 他被打倒之后啊 他也是受到你的株连 而且加倍抄 连饭钱都没有 没有饭钱怎么办呢 半夜蹬着平板车 到街上菜站去偷菜去 所以我想这个文革这段经历呢 对他来说应该是明星 薄熙来去偷偷菜 对对 薄熙来当年的时候 作为这个狗崽子 因为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受害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不认为他真 但是呢 他的话呢 是一个野心勃勃的 他不满足于呢 做这个一方的这个诸侯 要更上几层楼 敲门砖 就这个唱湖 就是我基本看法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 我觉得高先生讲的是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薄熙来 用唱红歌去复辟文革 我觉得这开玩笑 第一 他本人 他的父亲 就是文革的受害者 是很大的受害者 第二 这个文革啊 文革时候的唱红歌 并没有把中国唱得强大起来 中国的强大不是唱红歌唱起来的 差下是唱红歌把中国唱到了 这个叫什么 崩溃的边缘 这个邓小冰说 差一点这个中国的这个地球的球级 就要被开除掉了 对不对 不是唱红歌唱起来的 那今天的经济比过去好呢 不是因为唱起来的 而是因为什么 真是改革开放给发展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薄熙来唱红歌 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手段 以这个方式来达到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就是前面我们谈到的 十八大的这个卡位 他希望能够这个入场嘛 对不对 不惜来唱红歌 这个不是第一例 其实他在做这个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啊 就有过这个农村什么管弦乐队 就某一个这个农村的管弦乐队 他把它弄起来唱到这个 唱到这个大连去 而且还说要把它唱到北京去 从北京请了很多人 也要了很多钱 去弄了一个管弦乐队 所以呢 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 来吸引各方的注意 特别是高层的注意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共现有的 这个高层里边 很多人 这个虽然他们对文革 可能真的是也没什么好感 但是呢 这个因为经济的发展 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贪腐的问题啊 那怎么 以什么有效的方式来应对 可能目前还没有最好的良方 有的时候呢 这个八道碗里 都是菜 想想这个也许唱唱红歌 就可以把腐败唱掉了 这他啦 他是觉得说 可能引起高层的注意 这样有利于他竞争 这个入常的这个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个 再回应啊 别人批评的说 你这个唱红歌 是要复辟文革 薄一来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这唱红歌 是唱旧国的歌 建国的歌 强国的歌 除了如果抛开 就是说中共官员讲话的 这种套话来讲的话 他如何解读他这个话 我要唱旧国的歌 建国的歌 强国的歌 他这个话里头 有没有什么悬崴之金 还就是中共官员这种 讲话的套话 我觉得的话呢 基本还是一个就是说 你想想刚才张先生一讲 我同意他的观点 就是说呢 这个中国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 不是唱出来的 牛皮不是吹的 那是干出来的 所以呢 他那么样讲的话呢 我觉得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他就这么说吧 但是呢 薄熙来他这么样子搞 那么那么实际上是 中共党内 包括中共太子党内部 也有很强烈的反响 比如说 这个粉丝四人帮 三十五周年 前几天 这个叶剑英 这个李先念 胡耀邦的这些子女们 集会 就是公开呼吁 要彻底否定文革 那么的话 实际上呢 就是的话呢 跟薄熙来在那唱对台戏 就是至少表明 在台子党内部 也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用这个行动 来联手的话呢 来抵制这种 薄熙来的这么一种做法 其实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呢 是这个会上 另一种 你知道这会上 最被这个燕英的侄子 这个叶选机啊 这个说的最好的发言是谁呢 是李文锐的这个 马文锐的这个女儿 马文锐的女儿讲什么 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离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叫民众这个监督 说当年粉丝四人帮 之所以在上层 就把这些人给抓起来了 为什么呢 获得党新民意的这个拥护 然后最后就说出来 现在就差镇庇库 中间还夹着着国马 他的讲话的话呢 哗哗下面这个股障 我想在这就顺便这个 就是交代一下这个背景 刚才这个既然文谦先生也提出来 我想这个这个事件呢 可能我们在中国的很多观众 老百姓可能不一定很知道 但是我看到这些报道 就是说在这个 纪念这个粉丝四人帮 是1976年 35周年的时候 中共据报道是中共元老一些 比如说华国锋 叶洁英 刚才你听到胡耀邦 李先念等人 以及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 或不知名的后人和亲属 在北京呢 举行了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集会 发生了刚才文谦先生说的 这些这些有趣的这些内幕 我不知道这个国华先生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件的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刚刚你前面问的 就是薄熙来要唱这些歌 什么这个强国的歌 建国的歌 这个爱国的歌 他什么意思 这个我觉得唱歌唱红歌 其实在中国大陆 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并不是薄熙来的这个发明 也就是说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 经历过大概现在 大概五六十岁的这一代人 经历过文革 甚至还受过苦 现在因为经济发展 生活改善了 人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种 怀旧的情绪 所以想一想 因为现在呢 有些这个歌他们听起来觉得 不太习惯 再把过去的歌拿出来听一听 两种情况 一个是怀旧的这种情感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现在社会上 确实有一些 这个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贪腐的这些问题 在唱红歌的年代 经济虽然快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 贪腐其实基本上我们没有 不是说没有 至少规模没这么大 那个时候你想腐败 你要有东西去腐败啊 他没有 对不对 要钱没钱 要东西没东西 你怎么腐败 所以呢这个唱歌是一种这样的东西 而且是民间自发的 对不对 这个有人在听这个过去的歌 对不对 有人在挂这个毛泽东的像 这个都是一种怀旧的东西 它不是一种这个 是一种这个政治现象 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情绪 而薄熙来从中把这个东西接过来 变成了一个政治工具 要达到他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是实质 再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 粉丝次人帮35周年的时候 这些纪念活动 我倒不觉得他们做这些 这些这个红二代的子女 去做这些事情 是针对薄熙来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觉得说 中国应该真正的走上 民主法治的道路 因为文革 如果有民主和法治 就不可能有文革 很简单的 之所以有文革 就是因为有人和尚打赏 无法无天 才有文革 那怎么样最有效的 防止文革的这个重现 民主与法治 那你要建这个 真的在要建设完整一套 民主与法治的这个制度 你真的是要考虑三权分立 不一定三权 反正就是说权力要有制约 要有制衡 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 刚才两位都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唱红歌 你们两位的观点好像比较一致 就是说这个唱红歌 并不一定就是意味着 就是要复辟文革 他也复辟不了 也复辟不了 那刚才两位好像都同意 就说薄熙来是把这个唱红歌 作为一种工具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那我看到很多报道 说这个除了他在这个重庆 唱红歌以外 他还组织了这个重庆的这个 唱红歌代表团到北京去演出了 好像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到北京去演出了一场叫 红歌传万代 当时外界有很多人 就有很多分析 很多报道说 说这是薄熙来要试探中央 最高层对他的反应 因为在这之前有人说呢 好像政治局里边呢 也还是有人支持他 对他赞赏 比如说有人说说乌邦国和习近平 对他表示赞赏 那他去唱红歌 有人就分析说这是 让来试探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看的 但是呢 后来又有人分析了说 在当晚的演唱会上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没有一个来观看 连那个负责管宣传的那个叫 叫常委叫李长吹 都没有去看 怎么看这些现象 我觉得呢 这个还跟薄熙来的这个动机有关 他就是把他常委国作为一个桥门砖 他实际上他搞这些事情本身呢 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要上位 因此出各种的奇招 就是来博得自己的上位 那么争取中央的认同 这个人是非常懂得利用媒体啊 来那个造势 这个人是 而且最近最新出来就是 把邓小平的弟弟 把胡锦涛的这个堂兄 都叫了一块给他这个背书 所以他这个做法呢 他就大家我看 我觉得名人一眼就可以看 看出来这个东西 我觉得从薄熙来的角度来讲 我又要提到他在做 这个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 做这个乡村的管弦乐队 你说这个农民管弦乐队 好像差得也太远了一点 还有女子琪姐 对 他喜欢做这个东西干嘛呢 我觉得他基本上是 为了吸引人家的注意 尤其是吸引高层的注意 那么这个把 这个红歌从重庆唱到北京去 他也是 我觉得他还是为了 这个吸引高层的注意 然后呢 也可能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民怨沸腾 大家对这个社会很多弊端 这个有强烈的不满 那是不是用这个唱红歌的 这个方式 也是为了希望在这些民众中间 产生一定的共鸣 这样呢 这个为他这个 还是为他造势 为他作秀 薄熙来的执政能力 我是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作秀的能力 可能不比我们差 能力应该那是有 这个人能力应该那是有 可以说在这个 据我看啊 在太子党里面 这个能力那是有 个人的魅力那也有 但是关键是 用的不是地方 这个人的话呢 就大家全都知道他 那这次他会不会成功呢 在您看来 这回的话呢 现在我看呢 现在我也不敢把话给他说死 还是一半对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包括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10月6号粉丝 四人帮的那个 那个民间那个集会 我还是认为这里面 是有一个针对性在里面 因为大家都看出 薄熙来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不按照常规来出牌的 他在 他从这个打黑 从打黑这件事情讲 就看出他的心狠手辣 他杀文强 实际上呢 已经违背了中共官场的这个潜规则 他如果一旦上位的话 很多人呢 会睡不好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都是双方在那块 暗中在那块 较力过招 我的看法 那是 那是这么的情况 至于他上来上不来 我看的话呢 原来这个各种说法 现在全都有 原来说 薄熙来这回是 到了重庆去 那已经是就是等于就是放着到外地去了 没有希望了 但是他逆势而上 重庆唱红 大黑 一度又说 好像是说 薄熙来如果不进入常委的话 这就摆不平了 后来又说呢 这个这种事情的话呢 薄熙来常委里面没有人投他的票 包括那个江泽民 但是最新的情况是 人民日报 在江泽民这个出席 这个新韩革命百中年时候 又把这个话题 又给他拎出来 叫做公开表扬薄熙来 就是重庆唱红 是占领文化高地 说到这我想打断一下 让正好也让这个国花先生说一下 唱红是受到了表扬了 受到了肯定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在过去的 这十多年或二十年间 一直在提倡要反腐败反腐败 但是薄熙来在到了重庆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唱红 是打黑 打黑的时候 好像我们看到的报道是 老百姓非常的称赞他 甚至有人在网上都写了薄熙来之歌 在唱放在这个YouTube上面在唱 在歌唱他 好像来了一个英雄 但是好像他这些做法 并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任何肯定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是为什么 一直因为中共高层就说要反腐败 要反腐败 中共也习惯于要推出一些典型来 比如说有孔帆森 有雷锋 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先进人物典型来 那为什么没有推出薄熙来一个打黑的这样的典型来呢 第一你刚刚讲到就是重庆的人民 对他这个打黑有很多这个战欲 那我觉得这个民众很简单 因为对腐败太痛恨了 今天任何一个人 我们高先生去打黑 民众也会写一个歌去歌颂 我真的是这个意思 就像这个 就像我们谈到美国政治的选举 上一次的美国大选 这个奥巴马当选 有一半是他的功劳 他自己的魅力 还有一半其实是这个布什总统做得不好 这个两个战争让老百姓真的是 这个没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所以这个薄熙来的情形我觉得是这样的 打黑方面 你说如果说民众对他的战欲和支持 其实不是对他个人的战欲和支持 这个反腐败 这个痛恨腐败到极点以后 任何人来这个反腐 大概都为支持 那至于这个中共的高层 为什么没有对他这一点加于肯定 第一 这个薄熙来 他也是这个他也算一个这个一方诸侯了 你随便抓一个人来把他作为一个这个样码拿起来 让全国的效仿的话 这会出问题 因为你这个一个这个省级的这个第一把手 你让他只会打黑 只会反贪腐 不行啊 你还要发展呢 所以我自己觉得至少他这个打黑这一点 这个中共的高层并没有反对 又没反对 但是没有好像提倡 对我觉得的话呢 打黑呢 当然是大家都都高兴 对吧 但是关键打黑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薄熙来打黑的方式还是文革式的联合办案的方式 公检法联合办案 其中最有名去年有这个例子就是李庄案 所以的话呢 把这些人逼宫信拿到口供以后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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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介入之后 反而把律师也给判了 而这个李庄呢 是这个这个彭真的儿子 傅阳的那个律师收索的 所以这里面牵动到很多问题 所以之所以中央没有那个表态啊 我想第一这种方式 这个这个风一开的话 因为打黑不能靠运动 要靠法制 你公检法你联合办案 你搞逼宫信 你逼出来材料 然后就给他定案 然后律师介入之后 你又把律师就给这个判刑 这种事情的话呢 恐怕是不光是在这个法律界啊 没有人认同他这个 是个很复杂的人 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做的事情 他的个性啊 都是让你很难用黑白来衡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这个大张旗鼓的去提倡 我想咱们再回到这个不久前 刚刚开的中共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除了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谈到说 这个十八大要在明年下半年召开 在这个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还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件事 就是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按照中共的说法 叫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然后这个一宣布以后啊 这个美国和海外很多研究 中国问题的学者和这些分析人士 说法都说法不一 包括这个老百姓呢 中国的老百姓的反应说 这是不是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又回到刚才我们的题目 到底是唱红歌是不是要恢复到文革了 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 这个要搞文化建设 这个文件出台了一个重大 这一个题目这么长的一个文件 我觉得这个文化决定的出笼呢 恰恰说明中国的改革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 那么的话呢 就是已经无路可走 换句话说呢 在中共十八大前呢 拿不出一个实质性的改革方案了 因此呢 拿文化这块豆腐呢 这是个软豆腐 拿这块豆腐拿来捏 因为改革有四大板块 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 政改那是绝对不想碰的 经改的话现在改不下去了 因为你一改就要触动的话呢 国际民退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触动这个全会集团的利益 社会改革这一块呢 实际上呼声最高的是户籍制度 但是呢又不敢动 为什么一动的话呢 这个官方又怕失去这个控制 另一方面呢 就是呢 你这个会集团你一动了之后的话呢 就会全面的提高这个社会成本的 这个上涨 这样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呢 出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所以绕了一个圈之后啊 拿文化这个软豆腐的来捏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啊 经过过去大概二三十年的 这种高速的发展之后啊 我们看到这个 至少从表面上看 社会上社会是繁荣的 老百姓手里的钱比过去也多了 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呢 它缺乏一个 缺乏这种信仰 缺乏这种道德的一个支撑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困扰中共的这些高层啊 已经困扰了一段时间 最新的一个例子 就是广东的那个两岁的小女孩 这个被这个脸了 那么多人18个人嘛 路过了以后 根本就没去管他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 在这方面呢 中共呢也做了 也出台了好多的措施啊 比如说加强这个 加强这个媒体的这个投入 给这些这个大的 这个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 提供了很多很多的钱 希望他们在这个 能够能够在意识形态上 能够发挥更强的主导作用 那么第二点呢 我觉得在他在对海外 对外啊 这也是困扰这个 中共高层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中国没有声音 这个发生任何事情 出了任何问题 都是一片骂声 都是国际上这个 这个大媒体都在骂中国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声音 所以他想的这个呢 想在国际上 抢夺这个话语权 这个都包含在这个文化改革的这个里面 他在做 但是效果一直不张 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到这个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这个上面 用这个一个决议的这个高度啊 来希望在这方面能做一点事情 能有所建树 我这一点我跟张先生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的话呢 中共提出文化改革呢 是要想来解决道德滑坡的问题 实际上恰恰相反 这个中国社会的这种道德的这种沦丧 恰恰就在于的话呢 他老百姓没有发言权 所以的话呢 没有言论自由 你来试谈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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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 持人说梦 那么实际上呢 我当时想到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就是八十年代时候啊 赵丹临死前呢 在人民日报上呢 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我记得都很清楚 叫做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这个我也记得 这回的话呢 沙叶欣 就在中共的这个六中全会 决定出来以后啊 沙叶欣对这个批评是一针见鞋 他说中共的话呢 这个罪翁之翼啊 这个是在控制 罪翁之翼啊 是在控制文化 毁灭文化 他并不是说真要想提高这个 因为为什么呢 他提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究竟是什么 并没有那个界定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实际上呢 就是呢 还有党文化的那一套 他表面上是要把那个文化 推到企业 推到市场上面去 增加一些经济的一些 最新的增长点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手他又紧紧的控制 他又不放松这个 好 焦点对话聚焦热点 我们稍后回来换一个话题 是要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 对了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让 mez继续 吓得更便宜 推到买了